在全球范围内,其实一直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态势 所以现在在全球范围内,大家也比较期盼疫苗早日的问世 那么中国事实上,这一步取得比较成功的话 应该还是在早期采取了比较果断坚决的一个措施 在里面最大的一个经验,事实上还是中国从上到下的全民的配合 是这一次取得这个疫情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,这次疫情的一个防控在科技上事实上也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大家都知道这一次疫情的防控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 就是核酸的检测,扩大核酸的检测 所以在这一次迅速的扩大核酸检测 让中国的疫情每次都能够跑到病毒扩散的前面 是这一次疫情的第二波我们在北京、大连、乌鲁木齐得到防控的经验 所以基本上这两条经验是比较明确的 就是上下团结一致,严格地执行我们的防控策略 这是在组织层面上的一个经验 另外一个就是科技层面的一个贡献,也是不容忽略 整体上来讲,像日本呢,现在出现一个新一波的疫情的增加 总体上来讲,还是应该跟它的一个复工复长有关系 复工复长以后的第二波的反弹 所以从日本的疫情对我们的一些整体上的一个提醒呢 还是提醒大家 就是说复工复长以后的秋冬季的风险在全球范围内是存在的 这也进一步提醒我们中国要为全球性的第二波的秋冬季的疫情呢 继续做好我们的准备 不让第二波的疫情呢在中国发生